怎樣判斷你是不是一個當老闆的人 不是說你在學校功課好就可以了 你要跟我一樣講話很快 沒有啦開玩笑 你要跟我一樣有辦法有隨機應變的能力 其實很多人都有很多人都可以當老闆 如果你覺得你可以你就可以繼續當老闆 你現在聽下去喔 今天我公司遇到一個淘寶網今天開始 2024年7月要實施 每個珠寶要配個證書 問題是證書一定要是大陸裹檢 我在台灣啊 我是全台灣唯一一個上到淘寶網的珠寶商 因為沒那麼好上 第二台灣的珠寶商每個都亂開價 10萬先開50萬 我10萬我賺1000我也賣怎樣 所以我整天都有人要說要殺我就是這樣 大陸裹檢那我就想很多辦法嘛 第一個你坐飛機帶過去嘛 那打證書嘛 但你坐飛機還關的問題嘛 麻煩嘛 第二個 先分出最好跟最壞的打算 最好就解決問題 打電話去跟他們客服講說 欸那個我們台灣這邊沒辦法打你們大陸證書 第三個 最壞的打算先刷出來 了不起就是全部沒有大陸證書的全部都恰恰都不要賣了 第四個 一開始想說自己寫一張證書出來 對那他說不行 對這條路不行 因為他就是不喜歡台灣的證書 遇到一個事情你要馬上 而且這短短5分鐘內我就交代我員工做好了 我每條路我都嘗試 我頭腦裡面可以 馬上就是轉出了一大堆東西 臨近應變 對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最厲害的 我這種頭腦轉很快的人 不好意思 打電話去國稅局問館長有沒有營燈 他要解決一個人 就要去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就是 很像鬼腦袋吧 反而越會讀書的人越也沒有這種腦袋 我認識很多賺大錢大老闆都是高中畢業 高職畢業而已 這就不靠 不爆 萬丈高樓平底氣 每個幕府小老弟 講得